好,那因為我們現在在直播當中,那我們還在走路 那我可以順便在直播當中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剛臨這個地區的狀況 我們剛經過了有一個這個望月碑 然後我們現在一直如果往草山方向移動的話會經過這個草山一號橋 好,然後這個平常的時候呢,你如果是在剛臨閒逛的時候呢,是不會有這麼多路人的 所以這個也蠻有趣的,我們可以很難得的看到在地圖上面有這麼多的人在當地 好,然後再往草山移動的方向上面,這裡還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呃,侏羅紀望,呃,觀景台 那這個觀景台可以看到對面的這個惡地地形 那,呃,只是說因為現在竹子,呃,變得比較多 所以說,呃,那個景色比較有遮蔽的狀況 好,那這個路我們還要再繼續往先走一點 就會來到,呃,我們下一組同學發表的地方 來吧,同學們請不要擋路,那個大家可以再往前站一點嗎 那個彩音,彩音,英文,還有那個陳華Andy,你們 有沒有聽到聲音 有,我有聽到聲音了,我有聽到聲音 好,然後我們現在這裡,呃,一個同學作品的概念是一隻魚 然後我一樣把這個螢幕分享出來給,呃,給大家看到 好,這個作品的名稱是,呃,遊走的魚 來吧,那我們就請同學來說明這個作品的概念跟想法 各位老師齁,各位同學大家好 各位老師齁,各位同學大家好 呃,我們這組是叫做遊走的魚嗎 然後,然後我們這組的創作概念是說 因為我們,當初在聽導覽的時候就是 我們皇家,是我們聽到那個皇家古書那邊會藏淹水 所以就是有想過 就是以前有想過就是 因為淹水,淹水是跟魚有關 說到水都想到魚嗎 然後淹水的話,有可能魚就會 來,來這邊 來那個淹水的古書 然後等水退了之後,那我們的魚就會走掉 這是我們的那個設計概念 好,我們從作品看起來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東西在環境裡面的產品 其實我對於佐政的了解是 它是本來南部很大的芒果的一個集散地 可是後來呢,因為其他的關係 這個芒果集散地就改到旁邊的預警了 那我在想 其實原地的產品裡面 原產的動物、植物、農產品裡面 很多東西都會因為外來的因素而受到影響 其實我對於草山或是說南部的水文的了解來講 它有很多小型的魚 後來呢,有新的政府進來的時候 有把外來種帶進來 這些魚的生存就會被外部的壓力擠得非常的困難 後來呢,這些魚很不容易存活下來以後 我們新的一個經濟的結果 讓我們在這個地方又蓋了一個水庫 使我們這邊流動的水 漸漸就會淤積了 我來這附近觀察以後 我很喜歡在溪裡面看魚 我發現這個地方根本就沒有一些魚類了 或是說原生的魚類已經看不見了 我就在想 其實原生在這邊的人 或是環境或是產品或是一切 都會隨著不同的時代的壓力 去做變更 到了最後呢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雖然我們記憶裡面還有這個魚 可是我們看到的時候 就很像糊在半空中的線條一樣 這個作品呢 的草稿是用鋼絲跟麻繩做起來 以後如果真的有機會 要把它做為產品的時候 或是做為裝置的時候 我們會用黃銅啊 然後用一些金屬來做 讓它比較耐厚 上面會用一些表面處理啊 讓過往的人呢 去觸摸它的時候 雖然它是一個黑黑的生鏽的黃銅的產品 但是經過遊客的觸摸的時候 它上面會顯露出原來黃銅的光澤 這個是我創作的一個想法 謝謝各位老師的指教 柳竹姐他現在要克服一下那個網路的問題 那我這邊我先講評 我其實覺得黑色蠻好的說實在 就是第一個是 呃 它沒有那麼的搶眼 假如說是黃銅色的作品 我反而會覺得它像是非常的雕塑 當然做成雕塑的風格也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我覺得 就目前我第一眼看到它黑色的時候 那個黑色的效果對我來說是還算 還蠻友善的這種感覺 這第一個 然後 呃 我覺得這個作品 呃 的 優勢呢 是 其實我們之前在討論 產品 那個構想的草圖的時候 然後 呃 我一直在在 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作品是比較 呃 比較 說高深嗎 比如說VR相機 那齒同學的作品其實是比較 現代一點 比較高深一點 然後 娛樂這個作品的優勢呢 就在於說它其實非常的 簡單 然後甚至於有一點 潦草這種感覺 然後可是這個東西反而 呃 比較容易讓當地人看懂 呃 就是 包括我 呃 跟柳書姐介紹這個作品的時候 呃 介紹大家的作品的時候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這隻魚 所以 那時候 我在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其實也在想說 這個東西其實 呃 對於當地的 呃 當地人來說是一個很容易 一眼就 引起 呃 視覺上的興趣的一個作品 這是 我覺得它的優點在這個地方 然後 它 它身上也不會說就是 呃 太 呃 太多的 呃 它有一些裝飾的東西 比如說你在它的魚的身上掛了那個 呃 像是鉤子一樣的這個 掛在上面的 對那會隨著風的流動的時候 會 像雨的鱗片一樣會有 動態 所以有一些細節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然後 呃 又不會太過的 雕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作品的好處 呃 對我 對我來說它的 一些缺點 可能是 第一個我覺得它太 輕了 我覺得如果說它做 做成真正的尺寸的時候 是會有 蠻有份量的 因為 我會用其他的材料做 對 從從 材料上 因為你說現在是用麻繩嗎 麻繩在弄成 黑色的 呃 就是 量體上來說有 有點輕 然後 這個是有點可惜 然後 呃 呃 呃 我不太確定漆這個東西 你是用噴漆的嗎 用噴上去的嗎 其實 用手工土的 它不太容易噴 OKOK 好 然後 我不太確定這個漆在麻繩上面 它 它會不會因為 天后 久了 然後剝落 嗯 我是怕灰塵 因為麻繩會吃 土灰 我比較怕灰塵 不是 變成土黃色 是 我的 會這樣問的問題是 因為這個作品 最後放置的場域是 呃 血源保護區 哦 所以可能 可能的話 就是它的材質的選 選用上 可能還是要以 比較不會 呃 造成 環境污染 就是環境污染的問題 可能會非常的critical 在這個 這個部分 可能要轉成 轉成 金屬的 金屬的 假如說是麻繩的話 可能要用染色的 不是用 土的 麻繩的 好處就是它 它比較容易維護 對 金屬的話 如果壞掉的話 維護就會比較不好 是 對 我同意這個問題 對 金屬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 譬如說 呃 我們就 就用焊弓把它焊死 對 我們會用焊接的 把它的 基礎就是那些條文 先把它焊接起來 嗯 然後在上面 在 譬如說麻繩把它綁上去 嗯 OK 好 好 這個是我的看法 然後 我也覺得有一個 呃 阿耶 你是你是你是南部人嗎 我高雄人 對啊 然後 對於 呃 地方的一些想像 然後把它轉化過來 這部分我也覺得 滿好的這樣 好 那我們就下一組的同學 那個 雨棍拉丁東組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一樣 我來分享螢幕的畫面 欸 老師有聽到嗎 有 好 那 呃 各位老師同學 大家好 我們是 雨棍拉丁東 那我們製作了 五組不同長度的雨棍 那我們希望就是藉由這些 雨棍 然後去呈現這個區域 它曾經淹水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放置呃 我們雨棍的這個所在位置 其實當時我們去的時候看不太出來 這個區域就是曾經嚴重的淹過水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讓遊客可以去操作我們的雨棍 那呃 我們每一支雨棍都有不同的雨量設計 然後就可以呃去體驗當時呃下雨的這種聲音 跟強度 那也能感受到當時的一些狀況 對 然後我們呃 就有五種等級的雨量這樣子 對 然後每一拉一個不同的雨棍就能感受到不同的雨量的感受 這樣 對 謝謝 好 呃 你們 呃 呃 魚棍拉丁東組有一個 準備一個小的短片嗎對不對 那我們一樣就是 來播放一下這個短片 給看直播的人也看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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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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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